現在我們來看一個就是我們上面這個主題 因為老師不管是您在用廣播也好 或者您在教室因為我知道教室有那個電視嘛 那你要呈現的時候 請問滑鼠這麼小 要呈現有點不是那麼方便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會像這樣啊 啊不然就 這樣啊 做一些變化讓可能大家看起來會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比較看得清楚一點 那麼這裡呢其實我們 先看這個螢幕的放大跟繪體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我目前主要有大概這幾種工具 我最常用的應該是上面這個Runit Runit老師有用過嗎 有 但是你要最好是搭配Windows 7會比較好用 因為 我們這裡的軟體裡面 123 這三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 當我進到這個模式的時候請問我的這個可不可以操作 不是我說軟體的本身比如說我要換到這個軟體是不是就不能操作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在Windows 7它有一個模式 我現在雖然放大了 可是我在這邊 能不能操作 可以 因為那個叫做如果老師有用過這個 Runit應該就比較單純 您看這邊 它上面這裡按右鍵 有一個option 平常老師大部分比較會有機會用到的都是 Runit跟Draw這兩個功能 那 Labroom 就是Windows Vista以後 支援的 就是您剛剛看到那個 所以快速鍵是什麼 Ctrl加4 我大部分都 盡量用內鍵的 快速鍵 除非有衝突 除非有衝突 為什麼呢 因為Ctrl加4這個就是可以像您所剛剛所看到的 我放大之後我可以繼續操作 而且它最近有做了一個比較大的改進 以往我們這樣在移動的時候它就馬上整個外框就一起動了 現在不是 是你滑鼠要稍微移到比較外面的時候它才會動 有沒有 我在裡面的時候是不是還維持的 這樣畫面就比較不會晃來晃去 看的人放大之後比較不會覺得好像頭暈 所以我最近才把這個 加進來 不然以前我都不用W 因為 不舒服 不舒服的話你給別人看怎麼可能會舒服 對不對 我們自己一定要先能夠接受在那個 所以 這個是Runit Runit 那麼 您除了這個以外呢 你看喔 Point to fix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Runit的好處是什麼 你看不出來我是用它 因為 都是用快速鍵 那麼 如果老師比較 比如說您可能不是 資訊類的老師 我可能教音樂也好 或教其他的 沒有關係 你用Point to fix 在這邊 這裡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簡報互動篇 你看 這裡有一個 叫做Point to fix 如果老師會得文的一個檔案就好 我不會的多一個翻譯 點進來 老師最近應該都有看過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叫做 像那些財經節目啊 對不對 對不對或者是那個 那種叫做 那個什麼 政論節目啊 氣象台啊 他們 都會有類似的工具有沒有 有沒有 兩邊螢幕 白板筆 就拉出來 所以這個比較簡單 好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工具 你看 請看這裡 我連勾都不用勾 直接這樣做就好 那他的工具都很現成 就這樣看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需要 一樣可以把它拍下 那如果用完了就離開 就好了 就這樣變得很單純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方法 那這些工具基本上其實 各位老師都不用安裝 反正都是 放在水深裡面 隨時用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一點點的就是 應該是兩個 一個叫叫邊嘛 老師有看過的 叫邊比較 叫邊 因為 滑鼠真的有時候比較小隻 尤其老師我是在電視上 弄的話 同學在看那個位置的時候就相對不是那麼清楚 那你可以把這個叫邊把它叫出來 那麼預設的話呢 他是滑鼠按三下 不過通常我都會把這個快速鍵 關掉 因為我覺得 不是那麼順 所以我就 做好了 我就在上面按右鍵 要用的時候再出來就好了 那這個 大小你也可以自己決定一下 比較大一點 比較大隻 還是比較小隻 還有顏色啊 那些都可以做調整 所以蠻特別的一個小軟體 給各位 在這邊 還有一個 也是螢幕繪圖的 螢幕繪圖的 那這個呢 跟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剛剛講的 剛剛那個繪圖之後有個特性就是 我一畫了之後 我一畫了之後 我進入這個模式 是不是這裡我就不能操作了 就是檔案總管或其他軟體的功能都不能操作 但是這裡沒有這個限制 你看我會變成 游標之後 有沒有 我可以 雖然他 這個工具沒有放大的功能 可是他可以把 你畫的筆留在上面 但是什麼時候會需要這種功能 看影片的時候 如果我的 影片 我會 請同學說 請你留下 待會哪裡會出現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 我就把那個地方框起來 然後影片繼續播 但你們大概了解一下 所以這個 我不常用 但是偶爾我會用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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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